来 慢点 来 这儿 来 干啥 抬过来 别紧了 忙好了 扔过来 来 老师回来 好 扔好了那儿 搞紧了 好 老爷 这个月再上 二少爷这个月怎么样 二少爷非常辛苦 早来晚走的 啥活儿都干 这会儿啊 这么棒的熬熬的 闪开 刑部侍郎谢大人到 西安之府 赵大人到 沈四海不止两位大人驾铃 有失远迎 还望恕罪 遇 刑部侍郎谢德顾 前据军中密报 称字 展西津阳沈氏药材行 采买半解的军需膏药有甲 卓谢德顾即刻前往茶室 是 出什么事了 你就是沈四海 是 这是将要取运的军需膏药 是 拿一箱过来 我要查验 谢大人 这些膏药乃是户部定制的 已经贴上了封条 只有户部的大人们才能起封 沈某不敢擅自开箱 我让你开你就开 谢大人 煽动军需 是杀头之罪 你要违背上欲 那 也是杀头之罪 谢大人 这样吧 这几匙膏药 我们暂时都不动它 等户部派人前来起封 谢大人再行查验 可否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就几天的时间 那不行 我还要到河南去查案 这个事情 必须马上解决 开箱 不行 不行啊 这不行啊 大人 沈四海 你要抗旨吗 不是啊 大人 谢大人 自从上次在贝勒府上一别 咱们可有一年多没见了吧 杜老板 一年多不见 你倒是更加风神俊朗啊 谢大人见下了 谢大人 今天这事是不是有点误会啊 不瞒谢大人 这几车军需膏药 是专门为神经营定制的 贝勒爷让我到金阳来 就是为了监制这批膏药 这几车膏药 我都已经亲自验过了 所以就不劳谢大人 您再次动手啊 不好办哪 杜老板 虽然你已经验过了 可是遵照上 我还得查验 来 来 谢大人 借过说 谢大人如果要查验 在下一定激烈配合 只是 非要在此时此地吗 杜老板 我就跟你明说了吧 有人告你们产的膏药啊 名为止血生姬 其实半点效果都没有 就是一张布 我出来之前 军机处的大人们 反复叮嘱 要我拿住膏药药物 就地查验 立即走报 绝不能掩误敷衍了 没问题 这样 您到里面做 我让伙计把膏药拿进去 您亲自查验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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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儿 赶紧让他们搬一箱过来 谢大人 与人方便 就是与己方便 您今天卖我个面子 将来还你人情的 可是贝勒也 杜老板 除非你把皇上搬出来 反正 今天我是铁了心了 非要查验不可 你不认识 跟人过不去 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要验就验呗 你是什么人 行啊 二手 你不认识 赵大人 借剑一用 干吗呀你 阿世 这 这 你不认识 谢大人 你要不要我再划一箭 赵大人 要不要再看看 不必 不认识 你不认识 好 那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认识 谢谢大人 这药房里还有正在熬制的膏药 你要不要进去验一验 对了 贝勒爷府上也有一批存活 您要不要也去查一查呀 不用了 辛苦谢大人 这次查验结果 我当以时相报 还望众位 继续兢兢业业 尽忠报国 多谢大人教诲